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影片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这几天在网上 其实都有不少香港人 讨论关于启德体育园的天价早餐 其实不止天价早餐 还有天价午餐 大家看到那个价目牌 其实都为之执目 例如早餐 一八二十五元 这个就是沙爹牛肉面 加菠萝油 咖啡滑茶 还不是出钱一丁 还是这个 最便宜的那一款 顶好大光面 还有呢 还有一些更贵 例如一八七十元 给几粒火龙果粒 加水果乳酪 酵南瓜甜椒薄饼卷 再加咖啡滑茶 收你一百七十元 或者还有呢 就是热香饼 香肠炒蛋 什么樱桃番茄焗薯饼 然后牛角包 加咖啡滑茶 收你一百六十五元 相当之贵 很多人都问 究竟这些早餐 究竟有哪个香港人 会跑去启德体育园吃的呢 有的 我马上想到 刚刚宣布了 将会来香港做香港人的 优财计划进来的 奥苏利云 这些价钱对他来说 应该不会 不会 不会觉得贵的 他在英国吃开的 十多二十磅 一个早餐 他不止了 一定 他一定吃几十磅 几十英镑一个早餐 所以 这些价钱对他来说 十十岁 那么 我也不会觉得贵的 我在温哥华 现在吃一些 有家乡感觉的 茶餐厅早餐 最便宜的 便宜的都是这个 这个是很多温哥华的香港人 都会去吃的 在列治文 这个是正豆 正豆早餐 这个也是十几元 但也不够 十几元加纸 其实也不够 启德体育员那个贵的 这个 这些贵的港币 都是 七十八十九十元 它也有很多款 也不仅是最贵的 我其实不是经常吃酱豆吃的 在温哥华的香港人 一定会知道哪里是酱豆 还有茶几 我们有两家最出名的 香港人开的港式的茶餐 但是我吃开 因为近我 很多人都知道 我多数去高罗斯打 高罗斯打 都有港式的早餐吃 就 未必有那么好吃 不过一旦走脚 但是它就更贵 贵到二十多元 其实连续税 差不多是 启德体育员的 那个价格 所以价格 便宜和贵是很因人而异的 很个人的 如果你问我 我可以离地一点点 我吃个二十多元加纸的港式早餐 都是出钱一丁 加抢制煎蛋 这些东西而已 二十多元 我可以离地一点点 二十多元 其实在加拿大 都不是什么钱来的 但是你对 刚刚来的 Stream A 和 B 那些年轻人 二十多元 是一个超过一小时工作的工钱 因为有很多都还在挨着 温哥华的最低工资 在找的工资都是贴近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这里就是17元 现在很多年轻人打工 都是每个小时 很多都是算时薪 可能都是在找19元 20元 你吃一个早餐 20多元是比我一个小时的价钱 所以 其实是可以 便宜贵 看看是谁去订 但是回来 启德体育园这个 除了早餐之外 其实先说一下午餐 午餐更夸张 午餐又一辣 说完了 最便宜的 125元 烤猪扒饭 芒果布甸 咖啡滑茶 最贵的就是芝士烟肉焗 柳新薯 柳新薯 应该是纽西兰的 焗薯仔 芝士烟肉焗薯仔 加个烤猪扒骨 然后咖啡滑茶 收你190元 还有一个190元的 中式小小 焦鹽炸鸡翼 蟹肉 金菇 伊面 羊枝 金炉 咖啡滑茶 又收你190元 最离谱的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 做碗云吞面 还有什么地道 港式雞批 然后做几粒 火龙果粒 加杯咖啡滑茶 一百八十元 午餐也是贵到 妈妈都不认得 这些价钱 令我想起坐牢的时候 今天还额的人 大家经常听吃私饭 其实这些价钱是私饭价 我们吃私饭的时候 都是这么贵 一天早餐午餐晚餐 这些价钱是三百多元一天 如果没有记住 大概赤柱监狱 那几家外判的私饭 大概早餐是七八十元 一个早餐 午餐就一百元 松一点 然后晚餐就去到 接近二百元 加起来就是三百多元 一个星期 就是二千多三千元 三千元 都一定有 所以一个月 每一天必须是免着吃私饭 至少吃私饭 有些人 41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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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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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ps cooked私饭 沒事而关闊 прямо期间 大家都會想到,啟德啟育園一定還有遊客 遊客會不會吃 今天,香港主要的遊客是來自大陸 這幾年大家看到的就是那種窮遊的風氣 內地的人來到,看演唱會 去到啟德啟育園 他們又會不會光顧早餐和午餐呢? 我想營運的,他們收到這樣的價錢 他們當然是應該,盤算是會有人吃 我想想到的理據就是 看演唱會的人都不自在 這個就看看之後 拭目以待 看看明年開了檔之後 究竟營運的生意會是怎樣 我想大家的反應就是 本地人不會吃 窮遊那些吃了 他們光顧百多元吃個大光麵 加個菠蘿油 那會不會被人笑 現在來到香港,旅遊 其實一天都是花二三百元 一果二三百元都被人笑 那百多二百元吃個早餐或者午餐 會不會被人笑呢? 那會不會 來的窮遊那些 他們可能都是 你這樣的價錢 我不如在外面吃了 吃了才進來 會不會是這樣呢?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其實包裝一下都可以 令我想起 吃神 周星馳真的很厲害 所以偶爾一定要看周星馳 很有景勢 很多很多年前 已經預視了 今天香港 或者中國 發生的很多很多事情 不止只是笑 是相當之警勢 很有 那種 好像那個預言家 那樣 那一碗 那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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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情比金堅的炸豬皮 還有那些 一身子戀愛一次的 巴黎狗棍魚 打出來的魚蛋 那些 那你其實 如果包裝一下 都不貴的 譬如你說 早上早餐 不要吃沙爹牛肉麵 吃那個叫做 小李叉燒湯意粉 那樣 就是 小李叉燒的湯意粉 那大家意會到 如果意會到 那香港人 200元都給你吃 對不對 一路吃一路可以小李叉燒 那多開心 那晚餐可以做一個清清的 清燉炳強冬菇 那這樣 那又行不行 那收三萬 都有人吃 有香港人吃 多少人想炳炳強的冬菇 那些都不錯 那些都不錯 做一碗 豬粉腸羊潤洪山滾竹 那樣又行不行 其實它都是一碗 夾底竹 整色整水 那又可以收到 二三百元一碗 那這個性價比 就會在 是不是 這個其實可以 考慮一下 所以便宜貴真的很難說 你問歐蘇李雲 不貴 你問我在溫哥華 是不是 都是吃 百幾二百人一個早餐 我還是經常吃 不是間不中 那為什麼我又會吃 對我來說又貴不貴呢 我覺得不貴 因為 我覺得 二十幾元 在加拿大 吃這個 腸仔煎蛋 一樣是沙爹牛肉麵 那樣 我起碼可以找回 那種香港的感覺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那十幾二十元 裡面是包賣很多 包賣自由的成本 裡面 我可以自自柔柔地吃 我還可以一路吃 可能跟那些伙計 在那裡小理叉燒 那樣 這些就 在香港沒有了 所以 所以我又不覺得很貴 在我吃的地方 我就不覺得很貴 那 啟德啟育 體育園 刑辦的 其實 我覺得 都語重心長 對不對 一旦出來的餐牌 大家都看到 哇 有沒有搞錯 這樣 但其實很香港 都很香港Style 對不對 就是說 早餐值不值 給我們這些東西吃 就收這樣的價錢 但是香港人 今天的生活成本 其實都是 都是這隻 對不對 都是那隻叫做 究竟我在這裡生活 值不值 這樣的價錢 對不對 你叉燒多少錢一個月 還有鄧炳強冬菇 有多少錢一個月 都是不值的 對不對 但是 香港人還是要生活在這裡 生活成本其實是很貴的 對不對 但是 沒得選擇 很多人的直覺上 不是 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沒得選擇 對不對 這裏是我的地方 今天這個地方 是要變成這樣 一個 shit place 這樣 但是你不要管 是不是 歐蘇尼雲 又來做香港人 所以 整個香港今天 就是 非常之 吹脹的 我再一次說的 就是不要再跟 這些 體育明星 啊 啊 啊 娛樂 啊 體育明星 也好 娛樂的 唱歌 不是歌聲啦 不要談戀愛啦 就是香港也有不少 奧蘇尼雲的粉絲 其實 我想 我想 一聽到這個消息 第一個反應 不會就是 啊 好厲害好厲害 奧蘇尼雲和我一起做 做 香港人 我想不會的 我想大部分都是 但是 反應都是 啊 有沒有搞錯啊 今天的世界就是很荒謬 就是奧蘇尼雲 對他來說 他 他不一樣 是不是呢 他有什麼包袱呢 那麼 多個地方 因為近年他經常都要上大陸打球 就 以前他講過的 他很討厭去大陸打著球 但是現在他越來越多 多到 英國那邊也有人抨擊他 可能就是因為覺得 在自己的老家 他找不到一種 好像香港的優越感 他來到香港一定有很多 他在英國找不到的優越感 全部人都當他 好像一個天王 那樣 所以他做香港人 差不多可以做香港的代言人 他一定是說香港很好 對不對 第一 他沒有經歷過2019年的事情 或者他沒有經歷過 他也可能沒有見過以前最漂亮的香港 或者有見過又如何 香港今天衰到貼地 不關他事 他來到這裡 他只是會計算的 就是生活成本低了很多 這裡的人 對我全部 當我神 這樣拜 對不對 去啟德體育園 吃早餐 這些簡直對我來說 你們過一季 我一點都不過一季 再貴一點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去半島 酒店 吃早餐 天天吃 都不覺得貴 對不對 所以你又不是奧蘇利雲 所以是另外一些不同的香港人 所以今天香港是 極之荒誕 極之荒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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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 預測 這間 其實這是哪間店 我都不知道 應該都是一些集團式的 類似美心集團 那些 都是 在啟德體育園那裏 都不是普通的小店 這些是虧得起的 咬得起的 可能是香港政府 你不要做那麼便宜 我們現在這個 是未來有很多城市 很多貴客 可能那個投標 那裏都是規定了 這些價錢 這些是機場 好像機場都沒有那麼貴的價錢 總之 一定要是天價 你才可以 我們想去批理你 在啟德體育園那裏 就是做生意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這是不是政府設定的條件 所以不用擔心 所以不用擔心 我想搞得這些 在那裏開店 就虧得起 什麼所謂 只是這幾天 那個餐牌 都 一樣出來 就已經 賣光了廣告 幫他 我想很多 會不會有些內地人 在小紅書那裏 叫做 記得去打卡 不吃都打卡 是不是 或者十個人合起來 叫一個 叫一個 當氣 當氣回場的 楊潤雄豬粉 搶山滾竹 或者叫一個 十個人合起來 做一個 一身戀 一對戀愛中的豬 做出來的 農情化不開的 豬扒飯 都是一百二十五元 如果十個人合起來 都是十多元 然後大家一起打卡 我想也有生意的 不會沒有生意的 這些事情 真的不用擔心 接下來四月 又有 COLPLAY 再一次說 不要跟明星 歌星 談戀愛 搞不定 我其實在跟自己說 因為我是 奧蘇利雲的 FANS 我也是COLPLAY的FANS 我想 不要再搞了 師叔可能是一個 不祥人 怎麼會搞成這樣 COLPLAY以前 COLPLAY去年 在台灣開演唱會的時候 被大陸網民罵得爆 只是說他有提台灣 又不提China 誰知道他又來香港 又幫忙 唱好香港 很厲害 看看香港的熱潮是怎樣 其實挺好的對比 為什麼呢 順便說 去年在台灣 就 在高雄體育 國家體育館 那個是一個頂級的 世界級的體育館 5萬人爆了 其實還開賣外面 接近8萬人 那晚的演唱會是8萬人 去年也來過溫哥華 我買不到票 5萬多人 整個down town 好像淪陷 人多到 完全淪陷 所以 今年也很誇張 今年 我最近也在買 下年的7月 不是今年 下年的7月 他們下年4月會來香港 然後7月會開始北美的tour 一直很厲害的COLPLAY 北美的tour也包含多倫多 這次就不來溫哥華 就去東岸的多倫多 那 我輪到的票 輪不到 一樣輪不到 我又第一晚開售演輪 都輪不到 現在就要炒票 我想我也放棄 為什麼呢 炒票 最便宜的那些 大概給大家一個概念 最便宜的應該都是800多元 加錢 不是港幣 接著 有些坐得好一點的位 現在已經在說過千元 就是1,100元 只有1,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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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這樣的價錢 你只剩下6 大概是 7,800元 至2萬元 不等到 一張飛 我還要買機票飛 初時我打算是這樣的 但現在我也打算放棄 可能我跟他也完盡了 可能回香港看 我就便宜很多 不過看完就不用 看完就留在香港 我也會考慮一下 會不會回香港看 香港4月 絕對是政府可以用來打飛機的城市 5萬人 即是啟德可以裝5萬人 其實應該 如無意外 是完全沒有難度的 OK 當然 就不僅是裝香港的觀眾 會吸收內地的人 我想內地的人 就能扑到來 因為Coldplay印象中 他們都沒有上過大陸 就是開演唱會 這個久而長遠 香港政府看 就一定會是 一個優勢來的 這種叫做 在香港搞的演唱會 會吸收到大陸的人 來這裡看 然後從而 這些應該是高消費客 不是窮友 來到起碼都會留一晚 但是這個算盤是誰都會計算的 還有會在這裡花錢 看演唱會一定會花錢 所以這些早餐、午餐 其實是 暫時看的價格是OK的 總之就是 都是做了什麼的客人 那些Target Customer 其實就是那些 拿一條頸過來 讓你劏得一頸血 那些客人 應該就是這樣 但是 但是 這個要看下年 Coplay的效應 會是怎樣 是否如大家所料 還有可能要盤算的 就是長遠 OK 長遠的話 我就覺得 會有些少少相確 OK 首先 一個容納五萬人的場館 其實很多時候 會看回你本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香港其實遲了別人很多 落後了很多 我們一直都在用 紅磡體育館 一萬多兩萬人 現在 其實很多很多的城市 已經有四五萬人的體育館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都是先決的 就是說 你有沒有 長遠有沒有 那個城市 本身自己 Local Local 的人 其實可不可以 有沒有能力 去包得起這個場館 那條數目 其實要計算 你其實不應該計算 遊客 遊客都要當作 bonus 一定是這樣計算的 OK 在各大城市都是這樣 美國、英國 甚至現在台灣 都是這樣 台灣的都已經很厲害 為什麼 美國、英國 這些場館 其實還有很多體育賽事 譬如在溫哥華 我們有兩個很大的場館 Rogers Arena 或者還有 YCAP 足球的場館 這些全部都是幾萬人 但是因為我們長期有 我們有自己的 冰上曲棍球隊 有我們的Hockey Team 有我們的足球隊 那麼我們這些 體育賽事 可以 其實Target 是Local 自己本地人 還有 譬如在美國的NBA 長期的場館 長期打球都是幾萬人 或者還有英國 你不用說 對嗎 踢足球的場館 全部都是六、七萬人 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 接近自古以來的一個 culture 就是 本地自己 有很多活動 其實日常已經有很多活動 是可以有 五萬、六萬、七萬人 四、五、六、七萬人可以進去 打個黑刺到現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基數 但是香港呢 香港 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 去建立這種 culture 首先香港沒有剛才說的 可以吸引幾萬人的體育節目 記得以前大球場 改建了之後 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二萬人 然後我們 改建了 又是溫布萊克公司 去到四萬人 然後打了十幾十年 十幾二十年 OK 都幾乎 大部分的足球賽事 都是放在旺角踢 大波才可以放得到 在四萬人的香港大球場 都很辛苦 OK 你接下來 啟德五萬人 體育賽事 香港不會有很多的體育賽事 除非你又瘋狂地 搞美斯斯斯朗拿道的表演賽 但是你一年可以搞多少次呢 然後還有一些 歌星的演唱會 香港的演唱會 其實如果跟其他人數 從來都不是多 首先就是 都是頂級那些可以在紅磡角 其實以往的歲月 有很多都是會想一些 容納人數 小一點的場館 因為真的未必 每個都有萬幾二萬人的叫助力 所以那些麥花嬸 新醫館 那些仍然都是用得著的 都是一些小眾 不要說小眾 總之就是香港的市場 其實不是算很大的 那你說如果啟德 啟德未落成之前 其實紅磡體育館的時候 我也不看到 真的有一個聲音 或者是很明顯看到的 一個需求就是 紅磡不夠用 因為搞唱演唱會 都有內地的人下來的 這樣 沒有這個跡象 所以接下來的演唱會 有多少人可以搞 即是本地歌星 有多少人可以頂級 可以在啟德體育園那裡 可以搞到一些五萬人的演唱會 即是來來去數得出是哪些 所以長遠 還有的就是 這些所謂有級數的香港的歌星 可以有 即是吸得起五萬觀眾 其實他們長期都在大陸 瘋狂開演唱會 張敬軒、劉德華 那些全部都在大陸的人都看到 那是不是真的一定有很大的吸引力 他像劉德華一樣 劉德華很難說 劉德華剛剛10月31日 就在台灣取消了 但是很厲害 因為他十幾年沒有去台灣 而且台灣就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人真的去不到大陸 看劉德華 誰敢去呢 今天去到大陸 看完不用回台灣了 所以 所以 劉德華去台灣 那就很多人看了 但是劉德華在香港開演唱會 劉德華一定能夠吸收到五萬 但是有多少人是劉德華呢 所以長遠 其實就要看這個場館 多值得去看 究竟將來的命運會是怎樣 會是長期荒廢 還是像今天 例如說 很有聲有色的 就是高雄的 高雄的巨蛋 以及高雄的國家體育館 高雄有兩個 演唱會 其實很厲害 例如今年 我記得 明年有 《Maroon 5》 還有那些 韓國的頂級 十幾二十人 那些 很多這些 全部都去到高雄 每一場都是爆滿的 一定會爆到七彩 所以 有沒有這些聲勢呢 其實在別人的城市 每個星期 我想 這些 在香港 就叫做城市 但在別人那裡 沒有什麼特別的 過星期都有這些 所以 很井底蛙的感覺 但是 終於 等了很久 香港有一個 稍為見得人的場館 終於 就出現了 但是 很不幸 很多香港人 都等不到 這個場館 好像我這樣 今天 很多人都已經 離開了 如果以前 很多洗得起的人 我想今天都已經 都離開了 如果你是以前的 我這樣不介意的 有個180元的早餐 吃個180元的早餐 可能吃完 然後隔幾個小時 再吃完 190元的 即 即 即 190元的午餐 都沒有問題 以前 開心 洗得起 如果你說 真的有個小里叉燒湯 我給了300元 我都會吃